我们再来看下条新闻同样 也是单身的12月27号 也就是这个礼拜六 杨成林就要在台北小巨蛋 开个人演唱会了 是的 那他的好朋友潘伟博呢 突然造访正在忙着排练的杨成林 那两个人好久没见了 潘伟博又刚刚这个商事 对 就见好 所以两个人聊着聊着 好像聊出了一点不一样的火花 去现场看一下 正在进行新歌彩排的成林 突然迎来潘帅贴心的探班 开心得始终合不拢嘴 不过眼瞧着潘帅头顶帽子 总能让人联想到 他彩排时头部受伤的画面 曾经一度也是拼命三娘的杨成林 这回小巨蛋开场 安全可是得注意啊 这一次演唱会非常开心 就是没有任何的特技了 对 就是 啊 不是 啊什么 啊什么啊 潘帅 你上回突然受伤 可是没少让人担心 身边的成林同学 那更是不一般的心疼啊 在医院他是第一个 艺人朋友来看我的 其他都没来看 你乱讲 你还有别人也有去看 后来我要求他们来 被潘帅这么一说 杨成林怎么反倒害羞了呢 不过接下来潘帅 可就真情流露了 那第一个 真的第一个来自成林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她来看我 那当时的确是有动了心 因为动了反省 没有乱讲 住院的时候一开始 都是看到妈妈嘛 对吧 然后突然有个女孩子走进来 你就会 就是你知道 哎呦喂 潘帅你这是表白的节奏嘛 那成林姑娘 你的态度呢 在认真做事情的时候 是非常有魅力的 不要看她那么逗比的样子 对 从闺蜜发展成爱情也不是不可能的嘛 光看两人面对媒体拍照的时候 双手不自觉就握在一起 被人发现了 哎呀换个姿势 还是抓着对方的手腕 默契十足 镜头拉近点 怎么还有点夫妻像啊 既然烦心都动了 那就在一起吧 娱乐型天地 其实两人挺般配的 编辑报道